我已經開始錄了耶 字幕補充 已經跟 depart了 好 我們看一下哦 P A Q 所以第一個動作我一定是先連一下AC嘛 對不對 好 先想像一下我們之後畫出來形狀會變怎樣 這樣對不對 A,C,B在哪里?随便嘛,上面下面都可以,因为都是A,B,C,书 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我要怎么找嘛,那怎么找? 我们可以利用平行线的很多判明的方法,一组对面平行线相等啊,对角相等,对边等长 对角线互相评分,很多种,那这一题应该用哪一种?我只有知道这样而已,你要如何去画出线,所以你可以怎么做? 可以怎么做? 苏小男,行不行? 苏小女,赶快提供一下圆柱啊,你做 画下来吗? 注意看我现在已经完成到这里了哦,关键是这两条线怎么画嘛,其他人也一起及时广义一下啊,这两条线要怎么画? C点延伸 哪个等于哪个? 脚吗? 所以我如果可以从C点这里去做一些角度,感觉还不错嘛,可是我要怎么去做脚? 怎么做?我可不可以做这个脚? 然后这边做一个等脚? 听得懂吗?可以吗? 到这里有问题吗?有在看吗? 这边是叉叉,我希望这边做一个脚叉叉 好,如果你听得懂的话,怎么做是关键啊,怎么做? 观众也要注意听哦 来咯 好,来不及客户 这里我们先画虎,一定先画虎嘛,对不对? 再来咯 再来下一个动作咧 以谁为原型 以C为原型 那一定是往回画,废话一定是的嘛 往回画虎 好 再来,我是不是要量一下这个角度有多大? 对 怎么量 用圆规量嘛 可以 这么大 再来呢 就是到那边 C点上 C点上吗? 不是,在下 下 焦点 刚刚新做的点嘛 再把它怎样? 画 画个虎 哦,这样就漂亮吧? 只要把它,怎样就好了 填起来 填起来 我就做出了第一条平行线 OK 做完了这条线之后 剩下这条,要不要这么麻烦? 不要 对 画哪一条? 对 它就这么长对吧? 它是不是这么长? OK 你刚才扭过来 就这么长? 怎么这样? 蛤? 怎么这样? 因为会有两个焦点 没画完 所以啊 只要 连过来这一边 就会得到 平行室编试 OK 可以吗? 哦,为什么要更多鼓励? 好 好 谢谢